今天就在中秋中的蘿蔔刀就是近來在網路上流行的七湯米 雖然摸起來不會來 共調好玩也不會上人在門口店也都買得到 不過專家已經免腳建議金子 屁股有後遺症 所以我也要求起乎 剛才金子不要走到好好來玩 重點是家庭安全算得 我們一直一直的跟小孩說不可以帶 不可以玩 不可以帶去學校 這小孩子一定會叛逆 一定會想說我還是想玩啊 可是老師你就禁止我 我一定會偷偷的帶 下課時間玩 所以有什麼辦法 可以去 像說局長 我知道你們一直有在跟學校講這一方面的問題 家長或老師不要一味的禁止 要跟他講為什麼 因為他你講說這個不要帶 他說為什麼 你要跟他講說這裡會產生紋身 然後他講說 可是那個也會產生危險 你為什麼可以讓我帶 那家長就沒話講 反正叫你不要帶就不要帶 那這樣小朋友他就不會服氣 那機會交易帶給孩子說 這個恐怕還是危險 所以不要帶過來 我想這個過程當然就有讓孩子學到 那取其中的平衡 但是事實上這個東西 基本上如果造成一個蜂巢的確也不是好事啦 所以我們教育孩子 機會教育 但是能不帶基本上就不要帶 除了蘿蔔島的潛在危機 以外進一步這次也還有一款BC能量棒 在強調平衡起起來有補合的味道比較不會睡覺的產品 不過究竟產品的內容 它的政策和學家都全問題 對處市長也會用去要動作參加規讀的全民客家 都是保證中央衛生好日報來處理 用吸入式的風險 它有標榜說可以讓學生防困 避免上課打瞌睡 是不是屬於藥品 是否有受到藥事法的規範 所以這個也要麻煩我們的衛生局一定要加強的積查 不要讓這個東西再進入到我們的校園 對 這個先生兩個 第一個內容物是什麼 第二個 它的一個裝置是不好的 因為它不小心戳 會戳 把鼻子戳 流血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它的內容物說是薄荷 先曉得它是不是薄荷 我們這一般在藥裝店買的真的那種薄荷 或白花油 或綠鵝精 那不是更有效嗎 其實那個都有標示 那是合格的 所以這個東西是沒有合格的 當然新聞 郭文綺 林營庚 蔡宏佛的